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65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铁工厂推出的致敬变形金刚G1鲁莽的一个产品 取名的话叫做Hometown Watcher 铁工厂自己官方的一名是叫望乡者 故乡的守望者 这名字取得很优美 从盒子的正面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车型 这个车型我喜欢 强烈的IDW风格的一个车型态 那玩具本身的表现的话 我个人可以给予蛮高的分数 首先它是一个铁工厂本身是小比例 但小比例一头 他们自家的小比例一头 还是有可以再区分出一些大小的 它跟这个是浪花 然后这个是一个波罗丸 就致敬狂飙的 那再早期一点的话 他们的这个西克小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协调的 还是有尽管是小比例 但是在小比例当中的他们还是能够在区分出彼此身高的差别的 这款玩具的话除了玩具的本体之外 它的替换手的话 也用这个开掌型 还有握持枪的 还有这个就是拳头完全握紧的 比方说呢 我们把这个手臂给取下来 我们换上一个拳头握紧的 那它这个本身也是软胶部件啊 所以在安插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一对 这个是一个剑指的一个握持的一个掌型啊 就持剑的 但是呢 本身它只有附带枪而没有附带武器 而且的话呢 如果你用它来持枪的话 感觉有点奇怪 我就不示范了 那么这款玩具的手臂 可以说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啊 怎么说呢 银色的这个涂装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不知道的话 还真以为它有一双漂亮的金属胳膊一样 那么它的这个地方呢 可以打开 我原本以为是变形的时候有需要啊 其实并不是 它只是单纯的话呢 让这个手臂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平局而已啊 在变形的时候呢 并不需要特别把它给翻起来 那它的标志性的一个背包啊 这样看上去呢 有点龟壳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背包啊 已经有经过一个 IDW风格的润饰 而且本身这个巨大的啊 切齐在头顶上的这个背包 就是这个人物的一个特色啊 如果没有了这个背包 你恐怕还认不出来是它 所以这个呢 严格来讲 也不能算是缺点了 那么它那个眼睛啊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其实有一点大小眼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右眼比较大 左眼比较小 那配配对起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猙獰的一个表情 好像很凶悍那个样子 接地的话呢 也有很好的表现 那玩具本身的关节松紧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像铁工厂了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把玩的一个姿态 并没有过去铁工厂玩具呢 比较偏紧的一个手感了 那么胸口的这个派系的一个标志呢 因为不能溢上去啊 还是预留了一个空间给我们 整体来说的话呢 人形的表现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橘色 应该是鹅黄色吧 这个其实有点像Bumblebee的这个黄色 搭配这个金属手臂 看上去真的是 但是美形度来说吧 我个人觉得是有IDW的风格 组合到G1的身上 是不可多得的一款美心的玩具啊 真的这一双金属手臂真的是好看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这个望乡者的一个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它的一个手臂啊 这一块部件是可以往下拉下来的 那么呢 把它往下拉的时候呢 这个拳头的话呢 建议的话呢 是把它转到另外一侧 转到这个方向了啊 但是为什么我不先转呢 是因为我觉得吧 你这样子一来啊 稍微有点影响 它这个部件拉下来 你可以自己取舍 你要把它拔掉也是可以啊 那么这一侧的话呢 你看我们先把它转好之后 然后这个部件 用力的把它往下扯下来 好 那么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把整个背包往后面 往后面 给整个的给拉开来 整个给拉开 再来的话呢 我建议把啊 头部翻转180度 然后呢 整个背包啊 整个背包 往上提上去 整个提上去 能提多高就提多高 然后呢 把内部的这个轮胎给翻出来 翻出来 然后呢 透过这个双动关键啊 这个球形关键 把这个轮胎 转到上方去啊 这里 拍出来之后 转到上方 我要的只是这个地方空间腾出来 这个时候呢 把胳膊呢 透过这个关键 把它给转进来 这里也是一样 转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手肘 可以转弯的地方呢 转到 朝上 先到这边就可以了 先到这边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整个车顶盖放回去 那这里的话 各位没有看到 它这里有一个小缺口 有个小缺口 它其实就要扣手臂 这个地方有个凸 侧边这里 这样子 把它咬合咬进去 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形象 但是在变形的过程中 可能还会松掉 我们之后再调整就可以了 各位只要记得 把它卡在这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车头这个部分 这里 松开来 往下整个放下来 那包括这边这个 前面这个bumber的话呢 要把它往上面推上去 有点紧 非常的紧 把它往上面推上去 咔的一声 好 再来把整个车头 整个要往下放下来 这里有个组合的一个卡扣 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的话呢 必须要把这个 整个一个车头的前方的话呢 要按得很下面 才能够顺利的给推上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腰部 腰部不旋转 然后把这个 车头的这个部件放下来 它这里侧边有一个凸 内部有一个洞 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球形关节啊 所以 这个也不能算是用塑胶韧性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一定的活动空间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是再给各位小小提醒一下 理论上呢 这两个胳膊是尽量往下压 然后这个伸缩的这个铁 护腕的地方尽量往上踢 到这边 那脚的变形的话呢 其实也不难啦 各位看一下都知道了 把这个轮胎 给整个翻出去 这个部件的话呢 也整个都给翻出去啊 然后斜肩把它往上面抵上来 先到这边就可以了 另外这也是一样 这个部件整个先翻出去 翻出来 翻到外侧去啊 斜肩记得把它抵一下 然后呢我们 接下来怎么做呢 把这个 收上去的时候记得 折是折下面 是要折下面那个凹 这样折过去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紫色的凸嘛 然后这里有一个洞 记得这个地方是要扣进去的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从外侧 它这里啊 转式转向这个方向 把它给扣上 好到这边 另外这也是一样 一样 折下面这里 往上面 上去 那这里上来的时候啊 记得就是把这个 洞扣到紫色的凸里面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玩具本身体型比较小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调整的话呢 你要稍微练习一下 好到这边 那轮胎的话呢 就顺势的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下压就可以了 两侧 调整一下 那这个 烟囱这个部分啊 还是一句话 我们尽量的呢 把烟囱 手臂往下压 但是呢 这一块不定是往上跳 所以你是拇指抵住 拳头往下压 然后食指去扣这个边缘 把它往上踢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 施力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勉强 可以把它做出一个 还可以的一个组合方式 那我发现呢 嗯 好 应该是没有变错 那这里最后就是记得提醒一下 它的这个轮胎的话呢 这个地方 你发现轮胎是 它是往内歪 记得把它给调出来一点点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有时候一捏它就歪了 把它调整好 那后面的轮胎也是一样啊 那一旦全部变形到位的情况下呢 它的轮胎的滚动性啊 是算好的啊 这个地方 给各位示范一下 好 好像这个 这里 它的一个 哎 斜肩就碰到轮子了 好了 这样一来滚动性就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那我们刚刚还有一把武器啊 武器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从这个地方扣上去 那两腿有时候合的时候 合得太紧 会导致于说动太小啊 这个会卡不进去 那把腿打开就可以了啊 就进去了 那么呢 它的一个车形态就算完成了啊 那我个人的话吧 嗯 对于这个车形态还是给予蛮高 蛮高蛮高的分数 因为 它这个车头啊 如果把它涂成 蓝色的话 它有一个异色版的一个 Otobot的成员叫做管子嘛 那当然如果你把它涂成是这个 Op的一个配色 我相信这个你说它是Op应该也是可以说得过去 那我想起来好像官方也曾经在 我忘了是哪个系列的这个李竞级的玩具也是有把这个管子跟这个Op啊用头摸的玩具来做一个发售的 那它的车头这个形状对不对 就是看上去还是蛮强壮的 虽然这个小小型的玩具 但是看上去力量感相当的足 然后它的 呃 最大的败笔 当然就是这个拳头的部分 它是直接露在最显眼的地方啊 反正我藏不住 我干脆让你看到我最显眼的位置啊 呃 如果说你拳头的话呢 没有转个 呃 没有内外转的话你就会看到四根指头都在外面 那可能会更加的难看 那么侧边这里的话呢 这个球关露在这边可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小毛病 那整体来说啊 这么好的一个滚动性 还有帅气的人形车型 呃 关节 松紧度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优秀非常不赖的 个人蛮推荐这一款小比例中的小比例啊 小比例玩具越做越大 但是这一款是真的是小比例当中的一个娇小的 冰尼金刚了 那就跟各位记得到那边 非常记得给我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